《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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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光也吧 黑暗也吧 还有图像也吧 它只是一个像 一个境界 人又看到了一个 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些东西 看到一些境界 跟现在在光明里面看到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不同 也不需要去 一定要派别 它是真的假的 它从哪儿来的 它从哪儿来的 不需要这样子 这是修行 这是一个过程 一些境界而已 有的光是外来的 有的光是从自己的星光来的 但是到最后 只有无分别的时候 内外也没有什么不同 有很多人会问 那个光是从外面来的 还是我自己身体里面发出来的 或者是什么 其实到最后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在你还有自我的时候 那些光是 有自我的时候 它没有内外的时候 有的就是外在的 有的就是内外的 这都是一些过程 就是说如果你修行的话 你就不能 就安住在这种 它变成什么 又它变没关系 它变成佛也罢 变成我也罢 变成你自己也罢 变成光柱也罢 白光 蓝光 昏光 什么光也罢 都没有什么不同 都一样 这些像都一样 你不要说 这是佛像 这是个老师 这是我 你不要分别 不要都 它这些图像 只不过都是一些相片 就像意识层面的一种 相儿 就是进外界 就像这些杯子 即使出现一个杯子 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同 你只要不分别 继续修就好 我被吓到了 我觉得怎么那么狂妄 是你着想吗 你认为我 我变成佛 在你心中佛是 我是个凡夫 我不能变成佛的 这是一种界地上 因为我们本来本性是如来 我们都是来自于空性 那么其实所有的像 都是一样的 都是虚妄的 没有什么不同 佛像也只是个虚妄的像 变成佛像不代表你成佛 就是说 我们本来是 没问题 但是我还没证的 只是我们看见了一个佛像 或者变成一个佛像 那是佛的像 但是你还是在意识层面 呈现出的像 你说 我通过这个看这个 我想起了什么 通过这个我想起了什么 这是一种处缘 不管它来自于孟经 还是裁地 或者在那一刻 你想到了一些东西 那就是智慧 现在其实都是电影 我们最终 最终 你睁开眼 你出关以后 看见的也是电影 在官方所有的 不管梦境 禅定间还是电影 你现在做的是要放下 对 不管它是什么 不管它是我 你 还是佛 还是莲花 还是烦恼 还是菩提 还是涅槃 还是所有的火也罢 或者是所有的概念 所有的执着 所有的智慧 所有的东西 包括智慧的像 都要放下 电影而已 现在也在演电影 现在也是电影 现在也是电影 我们能不能放下去 OK 最终的智慧 看完以后领悟了 触动了 放下 就OK了 就是破所有的像 所有的像 都放下 你才能最终获得圆满的 最终你在按住在莲花座上 才是真正的 你是在官话里想 这个不管的事 想那种 那个都不是你 那些都不是你 是吧 都不管你来自于境界 还是来自于禅定境界的你 还是来自于梦境的你 还是来自于现实生活的你 或者你认知的你 认知的众生 那些都不是你 都不是你 那都是影像里边 投影电影里边的东西 那都是一个角色 你在那扮演一个角色 都不是你 真实的你是无所不能 无处不在的 无形无相的 嗯 你不需要明白太多 放下 不需要想太多 不需要明白太多 你本来就是 安住在那就可以 本来就是 你本来 本来我们是智慧具足的 嗯 我们何须想太多 所谓的 我们的智慧是圆满的 就是因为我们想太多 哈哈哈哈 有了个缺口 对 所以呢 包括你的感恩回向 这是一个修正 你刚才说的最重要的是 我感恩了 我忏悔 我回向 还有什么 发愿 发愿 这些都是修正里边 逼近的路 这是一个修正 通过这些修正 你会放下 不是说我坐在这 我要放下 你就能放下 是必须通过感恩 忏悔 这些修正啊 行菩萨道啊 去与上师相依啊 就这都是法门了 这样子 然后通过这样子去 包括布施自己去 布施到老师的脚下去供养啊 或者这都是一种 内心的一种 就是 这都是修行嘛 行菩萨道 整个 大家视线的 刚才所说的这一段 整个就是个修行的过程 他修正的一个过程 在路上的迷茫啊 曾经她的选择 选择说 那个女的男的说 你看或者不看 都不重要 那是你的选择 你选择看了 那你会得到 另一个感觉 就是说 你会想 另一个想法 说我看了 或者我得到了什么提示 我没看 我又得到了什么提示 都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遗憾 这个世界 怎么样选择都不会有遗憾 只是怎么样选择 带给你什么 有什么样的因 就有什么样的果 你这样选择这样的果 你那样选择那样的果 你那样选择那样的果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不需要遗憾 我还想 是不是 没看不对 没有什么对不对 那一刻你的智慧 每一刻 我们自己的智慧 就决定了 我们要怎么选择 比如你很自负 很我慢 或者是我自我 或者是我觉得 我在修行的过程中 这个世界红尘的东西 我不值得看 那这一刻 你就不需要看 因为你正好修在了这个阶段 你不需要看是对的 因为你看你会被染 或者是被 分别执着 会诱惑 被牵引 那刚开始修行 很多人 会避开红尘的东西 他不是说是 红尘的东西就是 老婆或者就是 他也知道 红尘的东西 有很多的 但是他经不起诱惑 他还没有抵抗 有一个特殊能力 他有一笔 染污 所以他就有些事情 他是避开的 所以你们要避关 就是要 暂时的避开 红尘的东西 那你就选择了 不看嘛 本身你这个就是 选择了不看红尘 是不是 你避黑关 你就选择了不看 但是选择不看 也没有什么问题 是有一天 你看的时候 你会不避染 你看的时候 可不看一个样 最后 就要出事的目的 最后回到红尘 你能自在 所以怎么样的选择 就是那一刻 你需要什么 你自然会选择什么 尤其你在证件里 你自然会选择 但是随着你的修正的 越来越圆满 假如说 是一个很圆满的人 安住在各种证件里 他会因为 他的选择就是 一切就合于道 他没有说是我 怎么选择是对的 但是 比如说一位大仆 我说他会 因为我这样选择 能利益到别人 他就这样选择 他却以利益众生为基点 因为我这样选择 可以利益到很多人 我这样选择 可以利益到很多人 他就这样选择 因为他是无我的 因为众生执着 为了众生从执着中解脱出来 虽然 虽然他是利益到别人 在他心中 也是无众生可度的 只是那一刻 他执着 还认为有关我的时候 他就那样做 所以没有怎么样 不要选择 如果是自我 和自我的人 你怎么选择 都会留有遗憾 因为 你怎么选择 都 他说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选择了 选择这个 你就也有有应有扬 你一定有得有失 任何都是 所以你那一刻的智慧 你那也就决定了 你那一刻的选择 所以你想选择得更圆满更好 那就快点成到了 你的选择就 你觉得 你就会心安 不管有什么结果 就会心安 因为你成到了 就没有什么 对 怎么选择 你都看过了 你看过了 你自己的选择 因为你在看电影 你在电影里面 你就那样演的 其实那都是看电影嘛 你看过了你的选择 你选择了 那你已经看了 你看过了 你就是那样的 你看过了 你一路走下来的样子 你所有的那都是你演的 然后你看过了 你看过了这个电影 你曾经那样的选择过 你曾经那样做过 你现在也在那样做 这就是一路的新路历程 你看过了 就是个梦 你走过来的路就是个梦 没有什么 你安住那没有动过 你一直在看 你一直在看 你是如如不动的 你智慧本来就做一切圆满 无形无相 安住在那你是不动的 你如果着想 你就跟着动了 你如果不着想 你是如来 那些就是电影 不管他演几十年 几千年都没问题 就是电影 他就在这演 转着演 你在这没动过 世界的乘坐坏空 包括你的角色的转化 他就在这不断地演 世界的乘坐坏空 你是没动过 你就在这 你选择看还是不看 ו Rene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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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